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姑且就叫包子村吧 小时候村里有个传说 说是我们包子村百岁以上的老人 有一定的几率会变成吃人的恶鬼 太奶百岁当天 我家院里挤满了人 爷爷煮了十个鸡蛋 他将鸡蛋放到太奶面前 轻声说 娘 这十个鸡蛋 只要你能剥开一个 你就能留在家里 我听村里人说 恶鬼是看不见鸡蛋的 只有人才能看见 太奶皱紧眉头 她委屈巴巴地说 魁子 娘手抖 平常拿筷子都难 你咋还让娘包鸡蛋呢 太奶身体不太好 她年轻的时候 手受过伤 经常受抖 爷爷说 娘 村里人都看着呢 你要是包不开鸡蛋 就不能留在家里 太奶可怜巴巴地说 你爹死得早 我自己养了你们兄弟四个 我手抖 咋包鸡蛋 太奶说这话的时候 她的两只手就已经开始抖 爷爷皱紧眉头 半天没说话 见爷爷不说话 奶奶开口说 娘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五年前 老赵婆子也是不肯包鸡蛋 她儿子非把老赵婆子留在家里 结果家里死了七个 差点绝乎 奶奶话音刚落 太奶就变了脸色 她看奶奶的眼神 带着凶狠 像是要发怒 见太奶不说话 奶奶又说 娘 你不肯包鸡蛋 不会已经变成恶鬼了吧 奶奶话音刚落 村里看热闹的人结实一愣 纷纷盯着太奶看 太奶眯了眯眼睛 她嘴里小声嘀咕着 我包 我包 太奶的手还在抖 而且抖得很厉害 她尝试几次 都没拿稳鸡蛋 最后 还是爷爷把鸡蛋塞太奶手里 太奶拿着鸡蛋 眼珠子来回转了两圈 突然 屋里的灯灭了 众人皆是一愣 等把灯打开 太奶已经剥开鸡蛋 爷爷见太奶把鸡蛋剥开 松了口气 爷爷对着村里人说 都散了吧 村里人纷纷离开 愿离止剩下家里人 爷爷说 娘把鸡蛋剥开了 咱得给娘过百岁寿 三爷笑着说 娘 你可有福了 给你过百岁寿 太奶咧嘴笑了笑 眼睛盯着屋里人看 她扫尸一圈 然后笑着说 有福 我比你爹有福 爷爷说 杀猪宰羊 大半三天 你们几个小娃娃 在屋里陪着太奶 爷爷说完这话 就去院里抓猪 屋里只剩下我们几个小孩和太奶 太奶笑呵呵地盯着我们看 她朝着最小的元宝招手 元宝跑到太奶身边 太奶把元宝抱在怀里 还闻了闻 太奶问 元宝几岁了 元宝说 四岁 太奶还伸手摸了摸元宝的脸 她笑呵呵地说 元宝真香 太奶说这话的时候 我看见她的牙变尖了 好像还变长了 太奶像是察觉到我在看她 她扭头看我 还朝着我招了招手 她笑着说 元宝 你也过来 太奶很瘦 她脸色也很差 我总感觉她身上泛着黄光 死气沉沉的 不知道为啥 我有点害怕太奶 见我原地不动 太奶肉眼可见得不高兴 她说 元宝 你过来 我逆手逆脚地 走到太奶面前 太奶使劲 把我拽进怀里 她还捏了捏我后背的肉 说 元宝比元宝胖 太奶说完这话 还笑出声 太奶把我和元宝松开 又朝着秀鹰 秀鹅招手 她俩年纪大点 但也就七八岁 太奶说 秀鹰 秀鹅过来 太奶抱抱 秀鹰凑到太奶身边 太奶摸了摸秀鹰的脸 很是不满地说 太瘦 全是骨头 太奶又看向秀鹅 她说 过来 秀鹅站在原地没动 她说 我不去 你是吃人的恶鬼 秀鹅话音刚落 太奶就变了脸色 她阴着脸说 臭丫头 你说啥 信不信我打你的脸 秀鹅说 我刚才都看见了 那鸡蛋不是你包的 是我大爷爷包的 她把包好的鸡蛋 塞你手里 太奶阴着脸说 瞎说 看我不打死你 秀鹅说 我没瞎说 太奶的眼珠子 来回转了两圈 她从口袋里 掏出两颗糖球 我们几个小孩 都瞪大了眼睛 糖球很甜 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能吃到 太奶眯了眯眼睛 她说 秀鹅 你过来 我给你糖球吃 秀鹅愣了几秒 她眼巴巴地盯着糖球看 凑到太奶身边 太奶把糖球 都塞进秀鹅的嘴里 太奶问 甜不甜 秀鹅点了点头 甜 太奶脸上露出笑 她说 秀鹅 刚才你看错了 鸡蛋是太奶拨开的 太奶要真是吃人的饿鬼 还能给你糖球吃 秀鹅犹豫了几秒 没说话 我们几个小孩 只有秀鹅吃到糖球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太奶说 都别看了 我就两颗糖球 都出去玩吧 太奶赶我们出去 可偏偏拉着秀鹅的手 让秀鹅留下 我们几个小孩 就到院里玩 秀鹅不高兴 她说 太奶把秀鹅留下 肯定偷偷给秀鹅好吃的 我点了点头 肯定是 家里小孩多 但吃得少 有的能吃到 有的就吃不到 我们早就习惯了 等到了晚上 我家院里摆了三桌 家里人都上桌吃饭 唯独三婶没上桌 她大声喊秀鹅 没人回应 三婶是秀鹅的娘 她问我们几个小孩 看见秀鹅没 秀鹅说 秀鹅刚才在西屋 秀鹅话音刚落 三婶就看向太奶 她说 奶 秀鹅人呐 太奶说 不知道啊 你去茅房看看 刚才她说去茅房 三婶急忙跑到茅房前 仔细朝里面看了看 她说 没有 太奶皱了皱眉头 她说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三婶愣了几秒 差点摔倒在地上 她大声喊 秀鹅 还是没人回应 爷爷说 大伙都帮着着 我家园里里外外都找遍了 可就是看不见秀鹅 三婶急得直跺脚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秀鹅哪去了 爷爷说 娘 你领着几个娃娃先吃饭 我们先去找秀鹅 爷爷说完这话 就朝着院外走 院里的人也都去找秀鹅 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在家 桌子上有猪肉 还有鱼肉 很丰盛 我们几个小孩坐在凳子上 大口地吃 太奶像是没胃口 她坐在凳子上 也不吃菜 我说 太奶 你咋不吃 太奶笑出声 她说 我还不饿 你们多吃点 太奶说完这话 就进了仓房 仓房里有血腥味 一盆杀猪血都在仓房里 太奶进仓房很久才出来 她出来的时候 我看见她一脚上有血迹 血迹不是很明显 太奶露出笑 她说 吃饱就早点进屋睡觉 太奶说完这话 就进了屋 我们几个小孩狼吞虎咽 很快就吃饱进了屋 太奶已经把被褥铺好 见我们进屋 太奶笑着说 快上土康睡觉 我们几个小孩 就上了土康 太奶把灯关了 我闭上眼睛睡觉 深夜 我听见嘎嘣嘎嘣的声音 有人在吃东西 可这么晚了 谁会吃东西 我睁开眼睛 就看见元宝和秀英都在睡觉 只有太奶是侧着身子 背对着我 声音就是从她那里传来的 我说 太奶 你吃啥呢 太奶的后背明显已僵 她背对着我说 我饿了 在吃胡萝卜 我说 太奶 你牙口不好 咋还吃胡萝卜 我话音刚落 太奶就扭头看我 她看我的眼神很快 阴森森的 庞佛我再多问一句 她就要把我掐死 太奶说 快睡觉 我只好闭上眼睛继续睡觉 可我还是能听见 嘎嘣嘎嘣的声音 这声音持续了好久 快天亮的时候才消失 第二天一早 家里人都回来了 他们找了一晚上 都没找到修娥 三婶摊坐在地上 大声地哭 家里人都劝三婶 让她放宽心 三婶边哭边说 修娥从来不乱跑 很听话 咋就从西屋出来就不见了 三婶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太奶看 太奶皱了皱眉头 她说 山子媳妇 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三婶哭着说 我刚才问了秀英 秀英说 你和秀娥在屋里吵架 秀娥说 你是吃人的恶鬼 还说 鸡蛋是大伯包好给你的 然后你就给秀娥糖 还把秀娥单独留在屋里 秀娥就是你害死的 三婶嘴里的大伯 就是爷爷 爷爷愣了几秒 他说 山子媳妇 话可不能乱说 我没包鸡蛋 三婶冷笑几声 他说 奶奶要包鸡蛋的时候 灯就灭了 灯亮的时候 奶奶就把鸡蛋包好 这是蹊跷 我就想知道 我的秀娥在哪 太奶眯了眯眼睛 她说 小孩说的话不能信 小孩会说谎 鸡蛋就是我包的 太奶话音刚落 三婶就从仓房里 拿了个鸡蛋出来 她说 奶奶 你把这鸡蛋剥开 只要你把鸡蛋剥开 我就信你不是恶鬼 三婶话音刚落 三爷就冲了上来 他一脚将三婶踹倒 嘴里还大声骂着 你是个什么东西 山子不在家 你还敢称霸王滚回家去 三爷是三婶的公爹 我三叔在城里打工 很久没回来了 而且三爷和爷爷长得很像 不仔细看 根本看不出来 三婶哭着说 秀娥不见了 我也不想活了 今天 你要是不把鸡蛋 当着我面剥开 我就认准你是恶鬼 还我秀娥的命 三婶又哭又闹 三爷还想动手打三婶 却被爷爷拦下 爷爷说 秀娥丢了 当娘的心急 也是人之常情 爷爷说完这话 又看向太奶 她说 娘 山子媳妇不信你 你就再抱一次鸡蛋 别让她闹了 太奶斜眼看了三爷一眼 三爷的眼珠子 来回转了两圈 她没好气地说 秀娥是我亲孙女 她丢了我比谁都心急 但也不能因为心急 就把神赖在娘身上 这不是抱一个鸡蛋的事 是你们都不信娘 把娘当恶鬼 三爷话音刚落 太奶就红了眼睛 她哭着说 我倒是想当恶鬼 我当了恶鬼 你们就能把我活活打死 再也不用碍眼了 我就是个累赘 太奶在院里哭 哭得伤心 院里的人皆是面面相去 有个年轻的媳妇 劝三婶 善子媳妇 你肯定是想多了 咱再去村里找找吧 说不定秀娥还在村里 三婶哭着说 秀娥听话 不可能乱跑 一定是被她害死了 今天要是不把这鸡蛋剥开 这是没完 三爷朝着三婶喊 你想干啥 你再敢闹 就滚出我家 不要你这个媳妇 爷爷说 老三 你这是干啥 话说得太难听 三爷说 我说话咋难听 一个当孙媳妇的 还敢反了天 还敢欺负到我娘头上 真是给她惯的 三婶红着眼睛 她用手指着三爷骂道 秀娥是你亲孙女 你一点都不在意 你还是人吗 三婶话音刚落 三爷又要打三婶 太奶皱紧眉头 她说 行了 都别吵了 把鸡蛋给我拿来 三爷瞪大了眼睛 她说 娘 你疯了 三婶急忙把鸡蛋 递到太奶手里 院里人都围了上来 盯着太奶看 太奶很轻松 就把鸡蛋剥开 她把剥开的鸡蛋 放到三婶手里 然后开口说 山子媳妇 这回你信了吧 三婶愣了几秒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太奶说 我年纪大了 也不想办什么百岁手 你们都走吧 就让几个娃娃陪我就行 人太多 我嫌太吵 太奶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的余光 一直在盯着我们几个小孩看 太奶的眼神 看得我心里发毛 三爷说 娘 既然你闲闹 那我们就各回个家 不打扰你清静 让几个娃娃好好陪你 院里的人都安慰三婶 让三婶先回家看看 说不定秀娥已经回家了 三婶红着眼睛朝院外走 院里的人都走了 只剩下我们家里这几个人 还有元宝 秀英 太奶笑着说 你们三个 今晚跟我睡西屋 奶奶皱了皱眉头 她说 娘 元福还是住东屋吧 你西屋康太小 反正你就在我家养老 天天都能看见元福 就先让元宝 秀英陪你住几天 太奶脸上的笑僵硬住 她犹豫了几秒后 才开口说 也行 太奶说完这话 就领着元宝 秀英进了西屋 奶奶领着我进了东屋 爷爷坐在东屋的土炕上 抽着汗烟 也不知道他在想啥 眼神空荡荡的 奶奶说 老头子 你想啥呢 爷爷叹了口气 他说 秀娥咋会丢 这孩子 到底跑哪里去了 奶奶说 八成是让饿鬼吃了 奶奶话音刚落 爷爷就变了脸色 他说 你说的这是傻话 娘都当着你的面 把鸡蛋剥开 你咋还怀疑娘 奶奶皱了皱眉头 他说 秀娥听话 是个懂事的小孩 她不可能乱跑 要我说 她就在娘的屋里 你要是不信 咱俩今晚就去爬窗户 看看娘到底是不是恶鬼 爷爷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 你总这么一神一鬼的 就算娘不是恶鬼 也要被你说成恶鬼 奶奶撇了撇嘴 她说 娘身上有一股血腥味 很浓 刚才我去仓房看了一眼 那一盆杀猪血都不见了 我还问了秀英 秀英说 只有娘进过仓房 这一盆杀猪血 八成就是让娘喝了 爷爷瞪了奶奶一眼 他说 瞎说 我去仓房看看 爷爷刚要下土炕 就被奶奶拉住 奶奶说 这事我也是怀疑 你可千万别打草惊蛇 等到深夜 咱俩就去爬窗户 娘要是恶鬼 她肯定会对元宝 秀英下手 咱晚上去看看 奶奶话音刚落 我就看见窗户底下 好像有个影子过去 我又仔细瞧了瞧 什么都没有 难道 是我刚才看错了 就在我感到困惑的时候 奶奶又说 饿鬼吃人喝血 老赵婆子的下场 八成就是娘的下场 要我说 咱还是提前去请道士 爷爷皱紧眉头 他说 元宝 秀英 都是娘的轻骨血 不可能出事 奶奶撇了撇嘴 懒得和爷爷吵架 等到深夜 爷爷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 他和奶奶去爬窗户 我也想去 可爷爷不让 我只好趴在窗户上朝外看 很快 爷爷奶奶就回来了 爷爷很是高兴 脸上带着笑 他说 瞧见了没 娘和元宝 秀英都在睡觉 哪有你说的恶鬼 奶奶皱了皱眉头 他说 不应该啊 难道是我想多了 爷爷说 就是你想多了 第二天一早 元宝 秀英从西屋出来 俩人活蹦乱跳的 啥事没有 爷爷说 娘 秀娥还没找到 我和元宝他奶 再出去找找 锅里有饭 你们先吃 太奶说 行 路上慢点 奶奶凑到我身边 她小声说 元宝 离你太奶远点 别傻话 都听你太奶的 我点了点头 奶奶嘱咐完我 就跟着爷爷出门了 我们几个小孩在院里玩 太奶坐在墙根底下晒太阳 她的眼睛时不时盯着我们几个看 秀英说 我不想住太奶屋里了 我说 咋了 秀英说 太奶屋里有老鼠 把我手指都咬破了 秀英把她的左手举起来 她的小拇指真的被咬破了 元宝说 我也不想住太奶屋里了 秀英问 你也被老鼠咬了 元宝摇了摇头 她说 我听见太奶说梦话 她说要吃了我 我有点害怕 想回家 秀英说 我也想回家 秀英话音刚落 我就看太奶从凳子上站起来 她说 元宝 烧点热水 我给你们几个杀鸡吃 我们几个小孩皆是一愣 瞪大了眼睛 我家院里只有三只鸡 都是留着下蛋用的 我说 太奶 下蛋的鸡能杀骂 太奶说 能 快把鸡抓到 我有点犹豫 站在原地不动 太奶说 秀英 你把鸡抓住 秀英看了我一眼 她小声问 能抓吗 太奶见秀英不动 她气得直跺脚 直接进了鸡窝 抓了一只母鸡出来 太奶又进了仓房 一刀把母鸡的头砍掉 太奶说 圆福快烧热水 母鸡已经死了 我只好跑到仓房里烧热水 太奶拎着死鸡进了仓房 她说 家里的树枝不够 你和秀英到山上捡树枝回来 我点了点头 行 我和秀英去山上捡树枝 捡完树枝 我俩就回了家 可刚进院 太奶就瞪大了眼睛 她说 圆宝呢 咋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我愣了几秒 我说 圆宝在家呀 只有我和秀英去山上捡树枝 太奶拼了命地摇头 她说 不对不对 圆宝和你们一起走的 秀英说 没有 圆宝没跟着我们 太奶说 我一直在仓房里 根本没看见圆宝 圆宝肯定跟你们上山了 快去山上找找 我说 不可能 圆宝虽然小 但她很聪明 她要是跟着我们 肯定会喊我们 圆宝肯定没上山 我话音刚落 太奶就变了脸色 她阴沉着脸说 圆宝要是没上山 那她去哪里了 我看 圆宝就是被你们弄丢了 你们不想让圆宝吃鸡肉 就把圆宝丢了 是不是 你们两个把圆宝弄丢了 等大人回来 看你们咋办 还不快点去找圆宝 太奶说完这话 就进了仓房 那只被她杀掉的母鸡 身上的毛还没拔 带血趴在地上 秀英哭着说 圆福 这可咋办 圆宝丢了 我说 圆宝不是咱俩弄丢的 圆宝聪明 她要是跟着咱俩 肯定会喊咱俩的 我话音刚落 就听见西屋传来 微弱的哭声 这哭声 不知我听见 秀英也听见了 秀英说 是圆宝 我和秀英急忙进了西屋 在西屋喊 圆宝 我又听见微弱的哭声 这声音 好像是从柜子里传来的 这柜子很大 是太奶的陪价 我凑到柜子旁边 把耳朵贴在柜子上 听见里面有微弱的哭声 是圆宝 我说 圆宝在柜子里 我和秀英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柜子打开一条缝隙 柜子打开的瞬间 我闻到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我把柜子又挪开一点 朝着柜子里面说 圆宝 圆宝的哭声大了点 我和秀英用尽全力 把柜子打开 柜子里面的一幕 吓傻了我和秀英 我俩瘫坐在土炕上 甚至连喊都喊不出来 圆宝躺在柜子里 他的耳朵不见了 十根手指也不见了 我还在柜子里 看见了秀娥的衣服 衣服上都是血 秀英的手也在发抖 他小声说 是恶鬼 我深吸了一口气 把圆宝从柜子里拽了出来 圆宝身上都是血 很虚弱 他身上 到处都是被咬的痕迹 触目惊心 我说 圆宝 这是咋回事 我话音刚落 圆宝就瞪大了眼睛 我顺着圆宝的视线看去 就看见太奶站在门口 也不知道 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们说的话 她到底有没有听见 太奶面无表情 她说 圆宝这是咋了 怎么身上都是血 太奶说这话的时候 我看见她的牙 又贬长不少 又尖又细 太奶话音刚落 秀英就从窗户跳了出去 她边跑边喊 恶鬼 吃人的恶鬼 快来人啊 太奶像是没听见 秀英说话 她不紧不慢地走到我面前 笑呵呵地说 圆福听话 把圆宝放到柜子里 太奶身上散发着臭味 像是瘟死的猪 很难闻 圆宝昏死了过去 我紧紧抱着圆宝不松手 见我不松手 太奶急了 她瞪大眼睛 露出猙獰的表情 她一手抓住圆宝的胳膊 把圆宝从我怀里抢走 另外一只手 掐住我的脖子 把我提了起来 就在我感觉自己 必死无疑的时候 我听见院里传来 爷爷的声音 娘 我们回来了 太奶听见爷爷的声音 她发出咯咯的笑声 爷爷走到窗户旁边 朝着屋里看 她整个人愣住 太奶的头发已经全白 她的眼睛心红 活脱脱一个女鬼 眼看着太奶就要 把我活活掐死 爷爷冲进了屋里 她从后面紧紧抱住奶奶 然后朝着我喊 圆宝快跑 快去找你奶 去找马道长 太奶抓着我的手突然松开 有了机会 我就从窗户跳了出去 我边跑边喊 救命 救命 太奶变成恶鬼了 我跑到村口 才看见奶奶 奶奶说 圆府 咋了 我哭着说 太奶变成恶鬼了 爷爷让你找马道长 奶奶瞬间瞪大了眼睛 她把我抱起来 就朝着村西投跑 不知道跑了多久 才跑到马道长架 马道长坐在凳子上 晒着太阳 奶奶焦急地说 马道长出大事了 我家老太太变成恶鬼了 马道长皱了皱眉头 她说 你家院里有几个人 奶奶看向我 我说 院里只有爷爷和太奶 听我这样说 马道长眉心书展开 她说 还好只有两个人 要是人多就不好办了 这恶鬼会附身 快走 我们几个人 急匆匆地跑回我家 刚进院 奶奶就傻眼了 我家院里 站着好几个人 我二爷 三爷 还有我二爷的儿子大宽 儿媳和华都在 奶奶皱紧眉头 小声问 马道长 这可咋办 马道长眯了眯眼睛 没说话 太奶被五花大棒地 按在地上 她的嘴角上都是血 三爷说 马道长 你快给想想办法 这可咋办 我娘成了恶鬼 马道长说 先把老太太关进仓房 你们几个人 去后山砍些桃树枝 回来驱鬼 快去吧 三爷的眼珠子 来回转了两圈 他和其他人去山上 弄桃树枝 大人里面只有爷爷没去 他的小腿在流血 看起来很狼狈 他们走后 远离只剩下我们几个人 马道长问 你娘变成恶鬼后 只咬你腿了 爷爷皱紧眉头 他说还咬我胳膊 但被我躲开了 马道长又问 家里咋突然多这些人 是谁喊的人 爷爷说 是秀英喊的人 他把我兄弟他们喊来的 马道长问 哪个是秀英 爷爷说 秀英没来 秀英是大宽家姑娘 才七岁 马道长皱了皱眉头 没说话 奶奶问 马道长 咋了 马道长看着爷爷说 你把你娘从仓房里弄出来 爷爷点了点头 他进了仓房 趁着爷爷进仓房的功夫 马道长从口袋里拿出两个福袋 他将福袋塞到奶奶手里 小声说 把福袋带上 这样恶鬼无法附身 记住 这院里的任何人都不能信 很可能是恶鬼 我得把恶鬼引出来 奶奶皱紧眉头 他小声问 咋饮 马道长小声说 恶鬼吃人 他忍不住 用人来饮 我瞧你娘不像恶鬼 今晚就用你娘来饮 爷爷把太奶从仓房里弄出来 太奶瘫坐在地上 神情呆滞 像是受了很大刺激 马道长眯了眯眼睛 突然 西屋里传来小孩的哭声 元宝还活着 奶奶急忙把元宝从西屋抱出来 元宝缩在奶奶的怀里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马道长看 奶奶凑到马道长身边 小声问 马道长 你还有福袋吗 马道长摇了摇头 他说 福袋难得 是宝贝 没有多余的 奶奶皱紧眉头 他说 可怜的元宝 奶奶话音刚落 三爷他们就回来了 手里拿了好多桃花树枝 马道长用桃花树枝 编了一个很大的竹框 又把太奶放到竹框里 马道长说 把恶鬼吊在槐树上 吊个三天三夜 这恶鬼必死 马道长话音刚落 几个人就合伙把太奶 吊到五六米高的树上 太奶坐在竹框里 嚎啕大哭 他想说话 可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三爷问 马道长 这法子行吗 马道长说 放心 三日后 恶鬼必死 马道长说完这话 又对奶奶说 煮几个鸡蛋 让大家包鸡蛋 奶奶点了点头 就去仓房做饭 等到晚上 奶奶把鸡蛋端上桌 屋里的人瞧见鸡蛋 皆是一愣 但都没说话 恶鬼是看不见鸡蛋的 只有人才能看见 奶奶给每个人 都分了一个鸡蛋 他笑着说 大伙趁热吃 奶奶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一直盯着 饭桌上的几个人看 大伙都拿起鸡蛋 把鸡蛋剥开 唯独元宝没拿鸡蛋 他的手指已经没了 奶奶皱了皱眉头 他把包好的鸡蛋 放到元宝碗里 元宝趁热吃 元宝愣了几秒 他说 吃什么 元宝话音刚落 饭桌上的人皆是面面相去 奶奶说 吃你碗里的 元宝看奶奶的眼神复杂 他笑着说 我不想吃鸡蛋 元宝说这话的时候 还特意低头看了一眼 面前的碗 可他碗里 明明是空的 就在刚刚 奶奶已经把他碗里的鸡蛋拿走了 奶奶抬头看了马道长一眼 马道长示意奶奶别出声 奶奶甘笑两声说 不想吃就不吃 元宝冷冷地看着饭桌上的人 他冷声说 你们都看我干啥 不会以为我是恶鬼吧 爷爷说 没有 恶鬼已经抓到了 元宝冷哼一声 他的眼睛缓慢地移动 透着诡异 元宝说 我要去西屋睡觉 元宝说完这话 就下了土炕 他一溜烟跑进西屋 还把西屋的门关上 马道长眯了眯眼 他说 饿鬼就在元宝身体里 今晚抓鬼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 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饭桌上的人皆是瞪大了眼睛 三爷问 饿鬼在元宝身体内 那块把我娘放下 树上风大 马道长说 还不能放下 等到今晚子时 饿鬼肯定忍不住会吃人 他一定会出现在大树底下 仰头向上蹦 到时候 你们就绕到饿鬼身后 用绳子把饿鬼绑了 我再用符纸杀掉饿鬼 饭桌上的人皆是点头答应 马道长说 都散开 别让饿鬼起疑心 饭桌上的人纷纷散开 各自回了各自的屋 马道长说 我先回去一趟 去符纸 午夜子时之前 肯定赶回来 马道长说完这话就走了 屋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爷爷坐在土康上叹气 他说 这叫什么事 奶奶说 没办法 碰上了 奶奶话音刚落 爷爷就说 既然饿鬼是元宝 就该把娘放下来 树上的风那么大 还不得把娘冻出病 奶奶皱了皱眉头 他说 老头子 听马道长的吧 让娘先忍忍 骗过饿鬼 爷爷说 我给娘送个棉被去 爷爷说完这话 拿起棉被就要出门 奶奶急忙拦住爷爷 他说 你别出门 奶奶话音刚落 我就瞧见 三爷拿了棉被去院里 他把棉被扔给太奶 奶奶说 老三去了 你就别去了 爷爷皱了皱眉头 这才没出门 我趴在窗台上往外看 好像看见 一个黑影跟在三爷身后 那黑影还跟进了 三爷住的屋里 我揉了揉眼睛 再看 三爷和黑影都消失了 午夜子时 马道长还没有回来 奶奶皱紧眉头 他说 马道长咋还没回来 不会遇到啥威胁了吧 奶奶话音刚落 我就听见三爷的惨叫声 他大喊着 救命啊 饿鬼要吃人了 我趴在窗户上朝外面看 就看见三爷 急匆匆地从屋里跑出来 他脸上还沾了血 三爷使劲敲我家门 快开门 奶奶和爷爷对视一眼 眼神进行了交流 奶奶问 老三 那恶鬼长啥样 三爷说 是元宝 元宝是恶鬼 他把屋里的人都吃了 爷爷皱紧眉头 他说 那恶鬼我亲眼见过 分明就是个影子 他附身到谁身上 谁就是恶鬼 老三在说谎 爷爷说完这话 就朝着门外喊 老三 你快跑 屋里的门打不开 奶奶小声说 老三是恶鬼 爷爷点了点头 他说 老三想进屋 把咱们都吃掉 爷爷话音刚落 门外就传来三爷的杂门声 杂门的声音很大 三爷说话的声音 也变得很大 他吼叫着 开门 再不开门 我就把你们都吃掉 我家木门被砸得 框框响 奶奶焦急地说 老头子 这可咋办 他就要进来了 爷爷皱紧眉头 他说 快点爬到房梁上 从房顶爬出去 恶鬼伤不来 我们几个人踩着凳子 费了好大力气 才爬到房梁上 爷爷又把房顶 捅了个窟窿 几个人顺着窟窿 爬了出去 爷爷是最后一个 爬上来的 爷爷刚爬上来 我家木门就被踢开 三爷恶狠狠地进了屋 他瞧见屋里没人 也瞧见房顶上的窟窿 他急忙跑到院里 朝着我们吼 你们给我下来 再不下来 我就爬上房 把你们都吃掉 爷爷皱了皱眉头 他说 有本事 你就爬上来 没有梯子 我看你咋爬上来 三爷露出诡异的笑 他跑到仓房 从仓房里搬出一个梯子 三爷把梯子搭在房子上 手脚并用 朝着房顶爬 眼看着就要爬到顶 爷爷将梯子推开 三爷整个人狠狠摔在地上 三爷像是感觉不到疼 他又把梯子搭在房子上 继续往上爬 等快爬到房顶 爷爷又尝试把梯子推开 可这次 恶鬼附身的三爷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竟然顺势拉住了我爷爷的手 就当他要把我爷爷拉下去的时候 只听的门外 有人在念着什么咒语 声如红中 林 兵 斗 者 劫 阵 劣 钱 行 诛邪 话音刚落 一条金色巨龙 直冲恶鬼而来 只听的一声凄厉的叫声 金龙从三爷体内穿身而过 一股黑气被逼了出来 瞬间消散 我们静一不定 寻声看去 只见气喘吁吁的马道长 正已在大门上 本来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问我的同学 你们包子村 以往应该也出现过恶鬼吧 都是这么处理的吗 我同学摇了摇头说 大部分道行小的 都被道士们解决了 也有几个别道行高的 跑了 附在了人身上作恶 我说 那道士们 岂不是找不到他们了 同学继续摇头说 都找到了 但是根本没有办法除掉他们 不是因为他们法力高深 而是因为 说着 他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继而打开了YouTube 我惊讶地看到了 视频上那四个金黄的大字 新闻联播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